中國鷹派他們戰略學家分析說 台灣問題是紅線中的紅線 那麼還嘲笑台灣是挖島 是井底之挖 說解放軍絕對能拿下台灣 75年前學習台灣講到現在 我今年六十了 從我出生開始 就是學習台灣 學習台灣 學習台灣 學習到現在還在那邊講說 解放軍隨時能拿下台灣 如果真的能夠那麼容易 輕而易舉拿下台灣 早就拿了 還等到現在 2020年開始我們陸續跟美國採購的 加起來總共100套的 暗製魚叉飛彈系統 陸陸續未來都會配置在 海軍的海風大隊 我們自己的熊二熊三 再加上美國提供給我們的 暗製魚叉飛彈 來無影去無蹤 然後那個飛彈出去以後 就直接把中共的艦艇給他打下來 所以大家要有信息 實際上國軍也曾經做過這種演習 我們用熊三飛彈 瞄準那個中共的那個 山東艦航母艦隊 我們是在30分鐘內 把航母艦隊給他擊沉 熊三都有機會的話 然後加上美國的暗製魚叉飛彈 所以我對我們自己海軍的 那個海風大隊 真的還是有信心 川普如果當選 究竟美中台的關係會怎麼牽動 川普狂人嘛 講了台灣被點了幾次名 其實不要說比較好 根根本沒有想到 川普一說 台灣要向美國支付保護費之後 整個中國戰狼們都嗨起來了 沒錯 中國的這個環球時報的前總編 胡錫進就諷刺說 民進黨現在一定瑟瑟發抖 你看胡錫進就是身為這個 環球時報的這個中共的喉舌 傳聲童 然後那他推下來以後 莫怪他炒股票 嚇得迷迷迷迷迷迷迷 為什麼 民進黨為什麼要瑟瑟發抖 不用啊 川普都已經跟你講 他要什麼了 他要什麼 我們就來跟他談 談要什麼 我昨天在節目裡面都講了嘛 如果你要 你要跟我要這個所謂的 軍事防衛費用分擔保護費了 那我就直接给你买F35 买神盾舰 买那个逆中飞弹 看你卖不卖 我有诚意 我要需要开给你 但是你不能卖 那是你的事 至少开出来给你 洋洋洒洒的等等 那结果他卖以后 他这个胡锡进说 那么美国是民进党 最大的依赖 赖清德内心一定 叭叭叭叭的这样子 结果中国网友很酸说 我们才应该会被资本市场 割得这个瑟瑟发抖 事实上中国网友小粉红 讲的才是对的 为什么 其实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习近平 那除此之外 那么当然他也会讲到分析说 因为他也提到这个晶片 大家都知道 晶片不是台湾去偷去抢的 不是是美国人不做 美国人不做相关技术 台湾来做了以后 结果没想到一飞冲天 那重点来了 那么现在 那么川普上来了以后 他一定会对中国的关税开刀 他会比这个 他在竞选期间 从现在开始四个月 不管拜登换不换 不管 民主党跟共和党 都会同时做一件事 就是对中国的关税开刀 大家会加码 我20 你30 我60 你80 他不断的这样加码就对了 那晶片的部分也是 那除此之外 中国鹰派他们战略学家分析说 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 不能让川普透过谈判来交易 当然没有错 台湾怎么能让你们来当作谈判桌上面 就把我利益给卖了给出卖 没关事 台湾不能当阿富汗 那么还嘲笑台湾是挖岛 是井底之挖 说解放军绝对能拿下台湾 75年前学习台湾讲到现在 我今年六十了 从我出生开始 就是学习台湾 学习台湾 学习台湾 学习到现在还在那边讲说 解放军随时能拿下台湾 如果真的能够那么容易 轻而易举拿下台湾早就拿了 还等到现在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喊 一定要这样喊 不能这样喊 难道他要喊说 解放军拿不下台湾吗 他早就被人家抓去关了 对不对 但是他们同时 他们用挖来形容我们是井底之挖 谁是挖还不知道 除此之外 钟平社就针对柯文哲讲说 说他是唯一对保护会提出质疑的 说美国重视第一岛链 我们是为了 我们是帮美国 守住这个等于说美国的第一岛链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台湾 所以我们是帮忙 守住第一岛链的 难道要我们付钱吗 笑死人 柯文哲请问他要 参加孙总统去哪里去拜访 不是美国吗 他去二三十天都没新闻 还去看大联盟 看棒球 不是这样吗 那请问你去美国干嘛 人家说去美国 如果你要讽刺人家去美国 是在那边硬考的 那请问你去美国干什么 我告诉你没错 台湾在第一岛链里面 就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 因为台湾如果万一被中国拿下 不是晶片的问题而已 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潜水艇的基地 就不是在海南岛 而是拿下台湾以后 就在台湾的苏澳花莲台东潜水艇一下去 就是太平洋的深水艇 我跟你说 美国从此以后完蛋 他只要没有台湾 美国只要没有台湾 美国就完蛋 为什么 因为潜水艇一下去 关岛 珍珠港 包括美国本土 都是中国的囊中物跟火把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不能没有台湾 我告诉台湾 他当然是为了他的利益 你以为川普当选了以后 就真的说台湾放弃吗 放弃以后 美国就GG就再见了 所以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在两强之间 拿到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等于说利用的价值 让台湾中华民国 能够好好地生存下去 拿到最大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要有自知之明 好 事实上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应该都在因应 如果川普当选之后 究竟整个世界局势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不过尽管外面的风 再怎么吹 把自己的实力加强 应该才是最关键的 来看看台湾 汉光演习40号 这次有很多 更增强的一个做法 礼拜一7月22号 要进行各型战机 飞向花莲嘉山基地 台东石子山基地 中台湾要进行万安演习 都是在这边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东海岸 中国派出的两艘军舰 做些什么 其实大家一直以为台湾 现在西海岸离中国比较近 所以过去我们都认为说 西海岸应该是 比较面临中共的威胁 其实这几年 中共的战略思维改变了 他打算从我们台湾的东方 东边这边打进来 最近从6月开始 中国就有两艘大型的 叫做洞七两兔的 那个A的大型坦克登陆舰 就在那个我们的 花莲外海跟台东外海 在那边游移 就是距离我们 24海里的地方 在那边游移游移 那你说这个要干什么呢 这种大型坦克登陆舰 它显然就来者不散 那个它里面可以放250个官兵 可以放10辆战车 然后可以放两辆的那种 车辆登陆艇 那个东西只要一靠海 那个靠岸以后 那个直接战车兵就直接出来 那尤其我们 花东有两个 被列为红色海潭 就是这种比较容易登陆的地方 然后这两艘登陆 它大型坦克登陆艇以外 它到了7月 竟然还有调查船 中共的那种海洋调查船 也在那边陪着他们在那个 我们16海里到24海里 这边进行水文调查 所以你说他们一步一步一步 到我们花东这边来进行水文调查 目的是什么 就是看到里面的那个海洋的结构 然后到时候怎么登陆 所以这里面其实蠢蠢欲动 然后还没完 另外中共的那个三东舰的 那个航空母舰舰队 也被发现 也在我们的那个 日本光谷岛南南东这边 也是大概就是我们的东北方这边 就是二的那个八四海峡的 那个二手的地方 三东舰的航母舰队 也在那边蠢蠢欲动 所以就会看到之后 这边感觉就是整个东部 就是山羽欲来丰满的 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汉广演习 特别在这个东方的东边 我们派的那个海军的海风大队 就是有那个喷那个飞弹的 就在那边演习 然后就很热 就民众看到以后就说 跟阿共打下去 好 阿共打下去 这个海风大队 就是我们在海军 有部署那个飞弹大队 那其实根据军方的 那个专业人士讲 就是说如果台东 一旦被中共这种 被他们登陆建登陆以后 那个后果不堪设想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台东的制航基地 未来我们跟美国买那些最新 目前我们台湾最好的F16V 它的母基地 就在台中制航 所以你如果台东被拿下来的话 等于我们F16V的那些 母基地直接被拿掉 那除此之外 往上走 花莲的加山基地 花莲港 往南走 屏东的九棚基地 很可能就一次就被全部拿下来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其实台湾的东边反而可能 过去我们认为西边重要 其实东边反而 在现在可能是更重要 那讲到这个 跟大家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 那个海风大队 海风大队是我们整个 中华民国海军 唯一不用上船的部队 那又不用上船干什么呢 它具备我们台湾 目前最好的那些飞弹设施 那专门都是对反舰 所以像我们台湾研发 自己研发的雄二雄三飞弹 而且更好的是最近 2020年开始我们陆续跟美国采购的 加起来总共100套的 那个暗制鱼叉飞弹系统 陆续未来都会配置在 海军的海风大队 那鱼叉系统很厉害 大家如果看乌克兰战争 那个鱼叉飞弹 就直接把那个俄罗斯的母舰 直接把它集成 所以有了我们自己的雄二雄三 再加上美国提供给我们的 暗制鱼叉飞弹 所以未来我们海风大队 在制造 而且它是机动式的 不是固定式 所以它可以来无影去无踪 然后那个飞弹出去以后 就直接把中共的舰艇给它打下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实际上国军也曾经做过这种演习 我们用雄三飞弹 瞄准那个中共的 那个三东舰航母舰队 我们是在30分钟内 把航母舰队给它集成 雄三都有机会的话 加上美国的暗制鱼叉飞弹 所以我对我们自己海军的 那个海风大队 真的还是有信心 还是有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